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,今年1月,廖姓买家与金银网拍的彭宇英娇一起争执,彭宇把商品寄出后,在包装上拿起一笔把廖男的名字改为建林,另优在评价区若骂廖男宋棍,精神异常,新北地院认定物流人员及超商店员都可看到,现次加上宋棍等侮辱四眼,依公然侮辱罪判罚金8000元。 据查,彭宇在露天拍卖金银网拍,评价共有3000多笔,大部分是好评,有9笔即差评价,今年1月间,廖男向彭宇下标购买瓜胡刀,后因廖男认为标题明明写有限货,实际却缺货,跑到彭宇卖场评价区,给予即差评价。 廖男还抨级,标题明明写有限货,结果给我回缺货,直接给我示例黑名单,没有责任的黑心商人。 朋友不甘示弱说,真的缺货,有人比你早一个小时下标,您可以参考下标记录。 您还说要我们要假交易,加好评,我们当然要把你加黑名单,请问您的好评都是假的吗? 廖男见状回说,那我拒绝取消交易,你给我出货。 两人在评价区争持许久,一来一往,红女指责廖男欺骗假评价,扬言若有诬蔑言论,将财法律行动,甚至呛,开店做就难免遇到你这种精神异常的买家。 廖回呛,法院我跑多了,拜托等你来搞,等你彭女听闻回骂,看来您是专业骗评价的。 宋棍 后来,彭女果真把商品寄出,却在包裹上以其一笔写法收件人名字写成建林被告。 法官认为,物流业者及超商职员等不特定人员都能看到见字,加上宋棍精神异常都构成侮辱,判罚金八千元可上诉。 徐